原来古装剧里掉进山洞是这样拍出来的 看到赵丽颖王一博笑喷了 相信很多人都在古装剧里看到过这样的情节 主角在野外或者是陌生地界突然踩空 一下子掉进山洞或者是机关里 山洞一般都会深 演员当然不可能真的掉下去 而且剧组也不可能真的挖一个山洞 那么影视剧中这样的戏份是怎样拍出来的呢 近日有匪报出了最新花絮 揭开了这个谜题 剧中赵丽颖王一博等其他出演探索奇门 赵丽颖王一博没有注意到脚下 突然踩空机关掉了下去 看到后期才知道这一段原来是这样拍摄出来的 其实并没有这个机关 机关的位置是一块布 工作人员在的上铺了一个方块形状的蓝毯子 一般影视剧中绿色蓝色的东西 都是为了方便后期做特效披图 这块布也是如此 方便后期把它制作成一个陷阱 赵丽颖王一博做出掉下山洞的样子 然后就离开镜头 藏在一边 其他主演则是装作是看到了两人掉了下去 然后大声呼喊 不得不说 拍摄古装剧真的非常需要性面感 需要靠演员想象 不只是仙侠剧 就连有匪这种武侠剧都是如此 原来古装剧里掉进山洞是这样拍出来的 看到赵丽颖王一博笑喷了 你猜到了吗